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立刻來歡迎下這個階段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 翟軒大家好 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退役少將栗振傑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看南太的地方 當然是持續的不平靜 澳洲從原本的反華大鱷 現在已經換人接班了 變成抗中袋鼠 出拳出的非常快 原本是莫里森 他也是反華抗中的先鋒 但是現在艾班尼斯好像沒有外界 原本想像在選前講說 工黨的人好像比較親中一點 現在看起來這個味道不對 好像也是走在抗中這一派嗎 我們先看一下澳洲的總理他講 他說現在準備要來重新審查 中資成租的達爾文港合約 這是6月8號最新的一個消息 2015年的時候 中國的藍橋集團成租 租約99年租金5.06億澳元 當時是租下來 但是這個合約也還沒滿 沒想到在2022年的3月的 澳洲又花了15億的澳元來改建 讓這個中資設施跟美軍分開 但是他現在可能是不是要提前毀約了呢 那他其實在選前就講說 這個達爾文港根本就不應該賣給中國人 但是是離澳洲 澳洲離中國最接近的一個地方 距離海南島只有4000多公里而已 另外我們也看這個6月6號的時候 當時澳洲的這個P8A的反潜劍巡南海 當時共軍也是有噴出一些干擾絲的攔截 那他最新的講法 他是講說這個解放軍的危險行為 這是我國非在國際的空運 怎麼可以解放軍你們來這些攔截 或是有一些干擾絲呢 華友還指出說 北京現在是不是秘密在柬埔寨 要設這個海軍基地 海軍的設施 同時這個也是澳洲最先跳出來 關切的一件事情 他說如果中國在斐濟亞索羅門 這些地方設軍事設施的話 就算會碰觸到美澳的共同紅線 所以不論是這個被攻擊攔截 不論是這個柬埔寨 澳洲好像都是跳在前面做先鋒 出來說 這怎麼可以中國這個樣子呢 那現在這個6月8號 雲仰的基地正式開工 這是在柬埔寨這邊 看到這個中國駐柬埔寨的大使 還有柬埔寨的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也都去到這一場開工儀式 那華爾街日報是講說 這個可以看出來是北京 全球軍事野心的一個最新的跡象 那對此這種說法就是 現在美國當然會會聲會影的講說 是不是中國又要在這邊 設一個軍事基地了 柬埔寨的副總理也就是有出席的這一位 敵班他就講說 美國的指控都是在幻想 那麼就是這個美國 擔心自己的影響力被削弱 還嘲諷了美國一番 他說柬埔寨遇到這種事還真不幸 每天還要辟謠真的是很累 那不然我就歡迎你啊 各國的朋友你們就來看看啊 這只是一個七米深的小港口 被你們講成這個樣子 不然就自己來看看嘛 不然想怎麼樣呢 有一點這種味道 這柬埔寨講話也是挺像的 跟洪生有的拼喔 那我們看看現在中國在南海這邊喔 這個煉鹼鋼呢 是什麼樣的回事喔 2022年柬埔寨的GDP喔 預估會成長5.6%喔 那2021年這個是一帶一路的一個影響 到2020年喔 啊看起來有明顯的一個成長 柬埔寨也罕見的宣布說 今年已經向中國採購了12.4億的武器 2019年那個時候 7月份的一個新聞喔 那中國援助柬埔寨啊 其實他們也是在這個疫情的期間喔 有8批的這個中國疫苗啊 新冠的疫苗啊 要抵達金邊 所以當時他們也是覺得說啊 這中國援助非常的多喔 所以他當時有講說 減中友誼啊 有鋼鐵般的強硬喔 當時其實這個洪生喔 他也是講說他講了80%的席次 是主要的一個執政黨的 比如說有疫苗有人切啊 握有大權也是站在親中的這一派 那可是現在我們講的這件事情是說 欸為什麼一直會聲會影 說從加拿大的事件也好 從澳洲的事件也好 甚至到這個日本喔 最近都在講什麼呢 講說最近很多戰機要緊急升空喔 那8成都是為了要應對中國喔 你看好像同一孔 只有加拿大澳洲都在講說 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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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威脅我們 為什麼要營造這個氛圍 原來是為了香格里拉接下來的 這一個會議啊 因為香格里拉對話即將要登場喔 那當然不外乎就是全世界都在矚目 說這一回就是要來討論這個台灣議題喔 可能變成美中的焦點 因為這個中國的防長 那很多本王說像澳洲的防長也要去 日本的防長也要去 大家都要去 衝著這個中國也被形容說 欸是不是變成一個鴻門宴啊 大家是要在香格里拉會議來圍堵中國嗎 從數據上面顯示說啊 他說這個是這個 中國的南海戰略感知的五月的航機圖啊 他說五月份喔 美軍就有累積40億架次大型的偵察機喔 這個臨近中國 六月份更多 每天大概有五到六架次喔 像是澳洲啊 加拿大這些國家也常在南海這邊巡查喔 所以會不會是最近呢 澳加美這些國家 連續在炒作中國戰機的危險攔截 原因可能是想要在這個香格里拉對話 營造出中國到處欺負人 中國不講規則的一個輿論氛圍呢 原來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先問一下賴老師 目前我們看到澳大利亞他會在五月二十六號做這個動作 也就是澳大利亞的反潛機飛到南海去在西沙群島 我們合理的推斷 這是新的澳大利亞的總理向拜登地下他的投名狀 也就是說剛好在這個之前的前兩天 他們在這個日本開四方會談 在四方會談的時候 這是新的總理的嘛 那新的總理的情形下 我覺得他很多的情況並沒有搞得很清楚 沒有搞得很清楚 美國當然就要求他要做一些動作 因為他在選舉期間的時候曾經被抹紅 說他親中 那他必須要證明他不是親中 他在安全上永遠追隨美國的路要走 那你必須要做一些動作嘛 那為什麼會選在二十六號呢 而且加拿大也是選在五月二十六號的那段時間 加拿大的動作更長 加拿大是從四月的二十六號吧 到五月二十六號這麼長的時間 那跟觀眾朋友講很清楚兩點 第一個五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您記不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在節目中有談到 說有這個民航機 他被這個飛航情報區通知說你要你要轉向 因為在南海這個地方有一個潛射的導彈打出去了 是洲際彈道導彈 是五月二十四號 所以一般的推斷是中國大陸 他在進行潛射導彈的試射 而且這是洲際彈道導彈 是相上力很強的 那有些這個目擊者 他們說他們有看到導彈從海面上上升 那隔了兩天澳大利亞的反潛機就到了 所以我們推斷 而且是在西沙群島不斷地侵入中國的領空的這個海域 相當有可能就是在搜尋中國的潛艦 這個是很不友善的一個動作 那也就是說澳大利亞相當有可能是奉美國的要求 他飛到這個地方來 那大陸當然就要把你驅趕 因為我怎麼可能讓你去捕捉我的潛艦在這個海域 因為我的潛艦已經試射導彈了 所以他一定還在這個海域 那這樣的情形一定驅趕 那加拿大的問題呢 因為這次美國尤其是拜登說他要到日本來 然後他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重組東北亞的鐵三角來給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 另外一個要宣布所謂的印太經濟框架 還有就是再搞一個四方會談吧 澳大利亞的新的總理跟印度的總理 末底不是都拉到這個東京 然後拉到日本去的時候就宣布說兩岸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是跟他們有關 這樣的一種很不友善的動作 所以在4月20號的那段時間一直到5月 拜登還在日本的這個期間 那在黃海 渤海 中國大陸都舉行海上的演練 以及導彈的試射 還有跟俄羅斯的轟炸機 戰鬥機 在日本海這個海域跟日本的周圍進行聯合的巡航 那你想想看在這段時間 渤海 東海 黃海 還有朝鮮這個附近 中國的船艦活動的很頻繁的情形下 加拿大的偵察機去那邊 大家都知道根本不是捕捉朝鮮 因為朝鮮困在疫情中 當然就是針對中國大陸 因此大陸一定把你驅逐走 這是天津定義的事情 你想想看這兩段時間很明顯的 就是加拿大跟澳大利亞 他們在做挑釁的動作 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如果不是美國人要他們這樣做 他們怎麼會前提條條的 從這麼老遠的加拿大 跟這麼老遠的澳大利亞 飛到這個地方來 因為美國這個大國 它有限制 為什麼 它避免直接跟中國大陸直接對抗 因為這很危險 第二個 美國跟中國大陸有簽海上相遇規則 跟空中相遇規則 如果美國自己違反海上相遇規則 跟空中相遇規則 那以後中國大陸就不會遵守了 那中美彼此之間的條約就撕毀了 那破壞規則 違反規則是美國 所以美國不方便出面 他就叫他的小囉囉頭 就是加拿大跟澳大利亞出面 那澳大利亞的新總理 就遞出他的同名狀 那一旦遞出同名狀 中澳的關係就上來了 澳大利亞這樣做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測試 中國大陸對他是不是有期待 有盼望 也就是說如果你連安全主權的問題 你都能忍 那就代表你想改善跟我的關係 我覺得澳大利亞這個盤算算錯了 這個主權的問題怎麼可能忍 怎麼可以忍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判斷錯誤 好 那現在達爾文港 說要毀掉這個合約 我覺得第一個達爾文港 絕對不可能作為軍事用途 因為他去到澳大利亞上面 澳大利亞跟美國有這麼緊密的 軍事同盟條約 港口就在澳大利亞的土地上 澳大利亞的眼皮 當然可以看到他的達爾文港 只是中國大陸把它擴建 經營成為一個更有效率的一個 港口作業 對中國有利 對澳大利亞也有利 因為那個港口很重要的是 中國跟拉丁美洲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中繼站 好 那你現在澳大利亞要把它毀掉 那你當然這個地方的就業機會 就往下走 第二個 毀約的時候你要賠償 他跟法國的傳統動力潛艦 的毀約已經賠了50 至少頭七款 50幾億歐元已經打水漂了 後面的官司還有了 現在他如果達爾文港 片面的跟中國大陸毀約的話 那你的損 大陸的損失一定是在於 國際的商事法庭裡面跟你要回來 那所以澳大利亞就是錢多嘛 就是不斷的毀約就不斷的賠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聰明的政府 在做的不聰明的決斷 對 其實我們看到說像 柬埔寨這邊的雲攘基地 也看得出一個外交上面 很細微的一個動作 因為你看 其實這個柬埔寨的副總理 兼國防部長第一班 他回應的是誰 明明是澳洲跳出來質疑柬埔寨 但他回應的是美國 他說你美國的指控都是在幻想 是你擔心自己的影響力被削弱 他也很清楚啊 澳洲背後的老大是誰 就是美國 我就是講給你美國聽 你不要覺得你自己現在影響力被削弱 這樣子自己好像此地無銀三百兩 我們來問一下楊老師 今天就是這兩天 中國大陸駐柬埔寨的大使王文天 你可以在他的網站 就是駐柬埔寨的使館的網站 看到這樣的一個正式的發文 王文天就是惠同柬埔寨的首相 宏生就出席這個雲朗軍事基地 升級改造計劃 中國大陸是有在協助 這個海軍基地的升級改造計劃 但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其實跟租借給中國 或中國使用為 作為他自己的海軍的停靠的基地 是不一樣的 當然這個因為軍港還沒有建成 未來會不會讓中國的海軍在這邊停靠 我們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現在在 就是說在外面的海軍的基地 有三種類別 一種叫做 我把它叫做新加坡模式 美國跟新加坡事實上 有這種軍事合作 美國的海軍的軍艦 可以停靠新加坡的張宜軍港 停靠補給休息等等之類的 這些東西大概都是 但是軍港是由當地國來負責管理 經營等等之類的 第二種叫做吉布地模式 吉布地模式就是中國 美國 韓國 法國跟日本這四個國家都有在吉布地 有自己維持的一個軍港 但是那個軍港分別大概都是針對 從索馬利亞的海盜 針對這整個海盜 以及郵輪和商輪的這些保護為主的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這種軍事的軍港 但是中國大陸把它叫保障基地 它是有大概有1000名以上的 解放軍在那邊駐紮 可是它不是把它當作一個軍港 而且你看那個國家四個 外國都有租借這樣子的軍港 第三種就真的有意義的 叫做駐日美軍模式 那就是日本整個就是 等於是租給美國 讓這變成它的真的軍港 你看這個加拿大飛機 澳洲飛機實際上都是從 加索納的控軍基地起飛 一個往北一個往南 所以這三種 一種是停靠 一種可能是某種程度的經營 但是做最低階 可能是一些人道援助 或者是真正就是說開放式的這種使用 第三種就是真正的軍港 未來這個雲朗海軍基地會是哪一個呢 我覺得最多也就是第三種 也就是像新加坡這樣子 那會不會這麼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任何的批評 我覺得都言之過早 而且它的規模是多大 如果它只有7米深的話 其實它又能夠停靠多大的軍艦呢 對不對 洞洞三會去那邊停靠嗎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看這事情要更清楚一點 那第二個我覺得澳洲這邊 我覺得澳洲不可能有親中的政治人物 那這個Ubinus 他的個性以及他的工黨出身 我覺得還要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到目前為止他的外交部長跟他的國防部長 以及他本身呢 並沒有針對中國發表任何民粹情緒的反中的言語 而過去的Morrison還有那個Doughton 那是不得了 那幾乎是每個月都在我們節目上 這個變成一個新聞了 是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是一種民粹反中 他把變成一種選舉操作的議題 但是呢 現在這個Ubinus呢 他碰到了一些他承接的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達爾文港 那個大概已經回不去了 所以呢 以及這個飛機 那個事實上是之前就有的 所以我覺得稍微再給他一點時間 看看他是不是 真正的延續這個Morrison的這種 繼續的這樣子的這種情緒反中 還是說他只是要跟美國去表態 他在安全議題上還是緊追著美國的 對啊 所以最近這些國家為什麼動作這麼多 難道真的就是像這個中國大陸 他們自己推測出來 就是為著接下來這個香格里拉對話 我必須得要有民粹你的這些證據 明確的證據說 我要來指責你中國威脅了大家 你是在這邊南海製造混亂 所以我現在他紛紛跳出來說 中國也對我們造成威脅嗎 中國不是在南海製造混亂 我們只能說是中國慢慢要向海洋發展 而且已經歐美國家也看出來 中國有這個實力 有這個企圖性向海洋發展 美國的戰略學家馬漢 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海權論 海權論裡面最重要的 為什麼要發展海權呢 就是誰能夠擁有海權 誰就能夠擁有財富 這是海權論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美國基於這種學術理論 戰略學術理論他積極發展他的海權 所以美國現在在全世界來講海權是最強大的 那不可否認也因此而全世界很多的國家都不需要聽他的 他整個國家的財富也是最強盛的 那現在中國他慢慢強大起來 他開始要發展 他也會有企圖發展自己的海權 他不會把自己限縮在自己的海岸之內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海權最重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有海軍的戰力 那現在中共目前有沒有 他雖然說有 可是還不是很強 他第三艘航母要成軍了 但是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之後可能第四第五艘會陸陸續續成軍 那跟美國的這種核子航母11艘比起來的話 事實上他海軍的戰力還是不足的 那他海外基地美國在全球有700多個海上的基地 那目前他還只有目前來講除了非洲那個之外 目前他沒有海上基地 可是他不能等到航空母艦見完以後 才開始去向海外來發展基地 所以他現在中國就開始積極的 不管我們最近看到所羅門或者是雲壤 這個泰國在雲壤基地 甚至於說達爾文港雖然說不是軍港 但是他有可能幫他海上的船舶軍艦 運送這種海上的生活補給品 也是有可能的 那目的就是中國希望他發展海權之後 他可以鞏固他的海上絲綢之路 我相信在不久的未來 他在巴基斯坦那些國家 瓜達爾港也有可能建立他的這種 合作的一個軍事基地 或者是說一個像剛剛楊教授所講 看是用什麼方式來讓他的海軍的艦舶 能夠得到那種補給 那美國、歐洲他們所謂五眼聯盟 美國、澳洲、加拿大這幾個國家 他們懂不懂 他當然懂他本身就是海權國家 他當然知道說你中國未來的企圖方向是什麼 他不能等到說你都建成以後 你海上勢力跟這些國家勢力都已經 基礎都建立起來之後 我再來打壓你 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就已經發現 中國有這種企圖 有這個能力之後 他開始要打壓中國海權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很多一連串的這種活動 包括到澳洲也出來 這個跟中國的戰機在黃海上空 發生一些這個海上距離 空中距離事件 跟澳洲也有這種干擾事件 所以目前來講我覺得 這種國際之間其實是一種競爭 是一個實力原則 那目前美國、日本 他們都很擔心中國在東亞這個地方的 這個海權勢力慢慢建立起來 對他們國家影響很大 尤其是前一陣子 遼寧號在沖繩附近海域 實施這個海上演習 總共起降了戰機300餘架次 其實對他們來講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這次很可能日本的國防長官 他們的國防部長跟中共的國防部長 會利用這次在西加坡舉行的 香格里拉會談來見面來討論 就是這個問題做一個 雙方做一個討論 對所以感覺起來這場 這個香格里拉會談會是 因為最近都看到美國場場峰會裡面 都不會有中國或俄羅斯 但是這一場香格里拉會談 恐怕會是這些國家 第一次跟中國相遇來圍堵中國的一場 這個等於說圍堵大秀 可能要即將上映 我們即將休息一下 觀眾們回來 好 伊朗的問題現在又有升溫的跡象嗎 因為看到這個 IAEA 他們現在通過了譴責伊朗案 主要就是英國法國 然後美國德國 他們說呼籲伊朗要全面性的一個合作 那伊朗當然不甘示弱啊 就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遵照你的這些規定 他直接就移除了IAEA 兩具這個監視攝影機 就是說恐怕會升高這個現在目前雙方的一個對立的態勢 那以色列也有所準備啊 我們看到他們在地的一個媒體這樣說 現在他們要升級F-35來促進對於伊朗的攻擊 像是他們現在在這個上個月 他就進行了四次模擬襲擊伊朗的大軍演 甚至到2024年 將會有50架的這一個F-35 將要來服役 所以他們其實現在是全面性的對於伊朗的這個核子的這種武器 全面性的一個備戰 那中俄對於伊朗這一次的投票 他們是完全就是投反對票 等於說站在伊朗這一邊 甚至普京還跟這個伊朗的總統萊西有通上電話 就說雙方會進一步加強這個俄國跟伊朗之間的合作 那伊朗的石油部 他們公佈了最新的數字 四五月份的石油銷量比起同期 還增加了40%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靠著石油 慢慢也讓他們的經濟出現了一些復甦的跡象 他甚至還提出說 他接下來要跟這個上核組織的9個成員 將要引進一種新的單一貨幣 會是人民幣嗎不得而知 但是他說因為現在整個上核組織 占了全球的GDP30% 那他要繞開這個美元 對於他的一些制裁限制 所以他要跟上核組織的成員國 更加緊密的綁在一起 那拜登呢 其實原本六月份的時候 也是說在美洲峰會之後 就會去到中東來做訪問 可是現在這個行程是往後推遲了 看到最新日經的消息是說 已經現在確定大概是在7月份的時候 要來訪問中東 而且他這一趟中東行 還有另外的目的地 原來他想要把中東更拉近亞洲 這要怎麼拉近呢 日經裡面的報導他是講說 現在他這一次的這個以色列跟波斯灣之行 有一個絕佳的機會把這個以色列印度 阿聯酋跟美國所組成的叫做未來夥伴關係集團 這個連結到亞洲這邊 連結到亞洲誰呢 日本跟韓國都會連結進來 所以這邊這樣子 儼然是連成了一條線 要來對抗什麼呢 對抗這個伊朗 俄羅斯跟中國這樣的一個連線 所以這樣子感覺起來 好像也有一個圍堵的味道 那可是呢現在像是沙特啊 就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聯酋 感覺起來不見得 特別是這個阿聯酋 也是在他要連結的之中的其中一個國家 阿聯酋現在也有一點轉向的感覺 好像跟中國走得比較近 像是沙特我們先看沙特 像美國的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 就特別寫信給拜登說 不要相信沙烏地阿拉伯啊 他說相信沙烏地阿拉伯在這個軍事上面 他們可能已經在跟中國進行一些戰略合作了 那連阿聯酋也是因為 好像原本要跟美國買F35 可是後來取消這場交易 竟然改買大陸的L15 雖然是一個教練機 但是這好像是一個跡象 好像跟中國的這個合作方面 又更加走近一些 而且他們的能源部長還講說 看好中國的需求反彈 現在中國跟海河會的貿易額 比起這個2021年 他們說預估2025年可能會倍增 現在2021年大概是290億美元 2025年應該可以上看5000億美元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美中的較勁 較勁在這個中亞這個地方 因為之前我們有看到說 美國的一些副國務助親 他有去訪問中亞的一些國家 平平有一些動作 可是現在王毅也特別出訪了這個中亞地方 就在這個南太八國之後 又立刻趕往了這個中亞 因為只要阻擋美國在中俄門口 埋雷嗎 那我們看那個布林肯他是講說 現在倡議說要在中亞地區 要建立這些軍事基地 那當然中國不可以這樣子 讓這個美國等於說在這個後院 算是後院嗎 後邊這個地方又圍堵起來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在這邊 第一島鏈第二島鏈 頻頻在圍堵中國 如果把中亞這一塊再拿下來的話 對於這個中國跟俄羅斯 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王毅現在就講說 他們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去到吉爾吉斯 因為接下來中吉屋的鐵路 要通車了 中吉屋鐵路就可以連接中國 到這個中東這個區塊 非常重要的一塊鐵路 延宕了25年 現在終於要通車了 那所以現在中吉屋鐵路 2023年即將動工 可能也會扭轉中國跟中東之間的連結性 也會對於美國在中東這個地方 或者是在中亞這個地方的一個影響力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首先我問一下楊老師 我覺得伊朗的問題 在就是6月8號 他在維也納的IAEA理事會 通過這樣的譴責的決議 但是中國跟俄羅斯是反對的 投了反對票 這個意義在哪裡呢 其實去年2020在前年2020年的時候 也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決議 但那個時候是在這個川普政府的壓力之下 這些國家就是歐洲的國家同意的 可是歐洲國家了解到這個關鍵 其實是2017年川普自己退出了伊朗核子協議 然後伊朗就開始也還是在IAEA的監督之下 繼續的在做這些這個比較是屬於非武器級的濃縮 可是當拜登回來之後 那就不斷的在拖延 伊朗當然也相對的提出一些要求 他說你要把這個革命衛隊從你的這個 就是恐怖主義團體的名單當中拿掉 結果非來沒有拿掉那個時候 川普的最後一段時間的時候 還把那個革命衛隊的那個就是將軍 蘇萊曼尼給就是用這個無人機給殺死 那最近以色列還連續的把他的核子武器科學家 以及在上個月就是革命衛隊的高級軍官 在他自己德黑蘭的家裡面 以色列應該是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把他給殺死 所以現在是針對伊朗在可能會發展武器級的濃縮 又而且進步的去擴展這個核計畫 在做嚇阻 在做警告 那可是關鍵是如果你美國回到伊朗核子協議 所有其他國家都可以共同的協助你美國 以及伊朗也同意 把這個整個就是說他的濃縮又計畫 維持在原來的這個規模 也不會去發展核子武器 那現在你美國又不願意去回到伊朗核子協議 因此呢這兩天通過了這樣子的一個譴責 是不是在遮掩美國 自己本身不願意重返核子協議的 所造成的問題呢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法德 這個也沒有辦法 因為伊朗也 的確確開始在足量的增加濃縮又的一些 就是武器級濃縮又的一些發展 所以你要很片段式的說 伊朗有違反一些規定 它也許是有 那是因為你美國已經離開這個協議了 至於說我覺得在中東的地方呢 現在因為美國的國內對於這個拜登要去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有很大的意見 尤其是在民主黨裡面有一個就是參議員 叫做曼德斯 他其實是非常反對 拜登前往 沙烏地阿拉伯 你去沙烏地阿拉伯如果你不見了王儲 一點意義都沒有嘛 對不對 你拜登都來了王儲躲在房間裡面 你在幹什麼呢 但是這個王儲被確認是派人暗殺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那當然都不要講 沙烏地阿拉伯就是一個宗教獨裁國家 你到這個地方去 你在民主峰會你在美洲峰會你在所有指責中國說 這個獨裁對抗民主的這一切是都破局了嘛 你為什麼把這樣最獨裁宗教獨裁民主的國家 而且還暗殺美國的記者的這個王儲 你還跟他這個相見歡 所以他因為這個受不了這個壓力 所以他把他延遲 可是他一定要去 為什麼呢 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油能源的問題 二方面就是剛才講的伊朗 因為伊朗的最頭號敵人是沙烏地阿拉伯嘛 對不對 那沙烏地阿拉伯就很歡迎昨天6月8號 IAA通過的這個決議啊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的這個盟友的重要性 華盛頓非常清楚的 那沙烏地阿拉伯就很清楚啊 你要我做你盟友你總統就來啊 對不對 至於我做什麼東西你不要管我啊 那這個東西就會顛覆了整個美國在全球針對 圍堵中國的一切的論述 所以就變成兩難 好 我們來問一下賴老師 我覺得中國可能是目前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大國 能夠同時跟實業派的伊朗 還有跟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叫好的唯一的國家 所以你看他跟伊朗簽了25年的合作協議4000億美元 然後同時你看他跟這個實業派的阿聯酋 還有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等 他們的合作計劃是越來越高 這個主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美國在過去是中東這個遜尼派的主要的石油買家 那現在美國是最大的競爭者之一 因為美國自己也在賣石油 而且是美國的經濟收入很重要的款項之一 那他因此從買家變成競爭者 而中國是最大的買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原本這些遜尼派的只能夠從美國這邊獲得武器 所以他常常會受到美國的制約 也就是美國透過武器不供應 或是透過武器的限制 使這些國家對外的關係 他就會被制約住 而中國沒有這個限制 那中國現在有能力提供他們所需要的 例如說前一段時間提供比較多的是 翼龍 彩虹 無人機 而且他們已經在燕門的作戰中 在很多地方的作戰裡面 已經展現出他們的作戰的威力 現在要提供的是 您剛剛所提到的殲15的戰機 後來美國給他們的壓力太大改為高級戰鬥教練機 但是現在又傳出 中國大陸很有可能跟他們進行導彈的合作 也就是把導彈的技術移轉給這些國家 所以這些國家很有可能會從中國大陸這邊獲得軍艦 戰機 還有就是導彈 那這樣的話他們就不會再依賴美國 那中國變成是他們的最主要的合作夥伴 你看在東澳期間 這些國家絡繹不絕的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王毅去這個地方受到的歡迎程度 很清楚的就是目前來講 中國的外交它的成效已經展現出來了 它同時可以跟虛擬派 跟什葉派建立很好的關係 這很不容易 你看美國只能跟一派 俄國也只能夠跟一派 但是中國大陸可以同時跟兩派都建立好的關係 目前伊朗的問題 我覺得歐美的國家社會是理虧 原本六方協議 以色列不滿意 但是也接受了 但是美國片面的撕毀了 美國片面撕毀以後 美國就開始對於伊朗實施單方面的制裁 沒有經過聯合國 而且沒有經過盟國同意 可是問題是 他要求英國 德國 法國也必須要配合他的制裁 如果他們不聽從美國的制裁 美國要制裁他的盟國 因此伊朗 他完全遵守核協議 結果他卻同時也被德國 英國 法國制裁 這個就不合道理了 其實法國 德國他們抗拒 但是他們也害怕被美國人懲罰 所以他們也就配合美國去制裁伊朗 這個伊朗來說的話就是 我是一個遵守條約的人 結果我變成受罰 而你德國 英國 法國你不主持公道 那你想想看 在這樣子一個一年一年拖下去的時候 伊朗他現在開始也不遵守核協議了 那你美國 英國 法國又在聯合國要說 指責他不遵守核協議 要對他實施制裁 你覺得這個世界有天理嗎 有公道嗎 所以我覺得歐美的社會把自己的價值觀 跟這個公道都已經丟在地上自己踐踏 所以現在感覺起來世界各處 不論南美 不論是中東 不論是歐洲 好像都開始出現撕裂的這種狀況 有的是站在美國西方這一邊 有的是站在中國俄羅斯這一邊 開始這個撕裂的味道越來越濃了 我想說我就後面這個來做一個說明 我們看地球來講的話 看全球地圖來看的話 中國其實是一個這個位置是適合它發展 不管全球性的海權或者陸權 都是一個絕佳一個位置 因為它東邊面臨了太平洋 西邊它緊接著歐亞大陸板塊的中間 就是新疆那個位置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看的就是這個 中極烏鐵路要蓋的道理 中極烏鐵路經過哪些國家呢 它從新疆開始的克時 就是南疆的克時 最邊邊那邊開始出發 通過吉爾吉斯最後到烏茲別克 那可能有些觀眾不太清楚 這個地圖上面所謂烏茲別克這些 對我們來講比較陌生 它以前是蘇聯的國家的一個歸 它為這樣就是李凱 烏茲別克面臨的就是李凱 那那個地方有很豐盛的一個 不管是石油或者礦業資源 可是因為以前是第一個是蘇聯 它不願意它自己的國家 它自己屬於它的這個勢力範圍 中國伸進來 所以它阻止這條鐵路的建 所以上面講說有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拖了25年沒有蓋 也就是蘇聯來講 它不願意蓋這條鐵路 怕中國勢力影響到它 可是這條勢力完成之後 這條鐵路完成之後 中國的勢力第一個可以進入中亞 西邊可以進入中亞 也就是陸權 然後東邊來講 它建立了發展海軍以後 可以向海上發展它的海權 所以中國來講 不管陸權海權發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一個建設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州忙回來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這個美洲峰會 現在辦的這哩哩啦 讓大家覺得說 哎呀美國的臉真的是丟大了呀 我們先看一下這段畫面 大棚車一直到邊境 讓他們也是衝著這個美洲峰會而來 畫面我們來看看 就是有很多這個來自其他這個 南美洲國家的一些移民 他們是特別要衝過來 要來擋這個拜登的車腿 甚至還就有女的就是 用那個大喇叭在那邊吼 就是要擋住拜登 大家就覺得說要給拜登難看 你竟然不把其他南美洲的國家當一回事 他們也要用一種抗議 或者是示威的方式 讓拜登知道一下他們心中的不滿 不過這個拿著這個大聲工的這個女子 是當場立刻被警方給制服了 因為據說在這一回 洛杉磯這邊有進行非常嚴格的交管 連這邊的攤販都沒有辦法擺設 就是為了 因為現在這個拜登必須要 把這個場面大操大辦的 辦得風風光光 但是與會的人零零落落 也讓這個原本他希望 可以大操大辦的一個願望 好像沒有辦法達成 那可是在這個會場當中 也有發生一些插曲 比方說他要搭著空軍一號 拜登又險些 差點又摔倒 這是不是也暗示著這一場峰會 辦得真的是會有一點突出的狀況呢 就連這個布林肯 他在這個會上 也有很多的記者都衝著他 在問一些這種尖銳的問題 比方說這以色列的記者 遇害就是記者到以色列這邊遇害 那你只談新聞自由卻沒有作為嗎 還有你們美國是不是只在乎民主啊 就是這個民主的定義是什麼 在乎說是不是贊同美國嗎 所以都是非常尖銳的問題 真的是給美國非常的難看 那這場美洲峰會又被大家解讀說 怎麼感覺起來有一點類似印太架構呢 因為拜登又宣布了這個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 叫做APEP 他說不光是名字相似 IPEF 連性質上面也像極了IPEF 所以又開始又要抗中了 墨西哥的先去報再講 他說拜登將在美洲峰會推動 針對中國的一個共同戰線 路透社是說拜登上任之後 其實中國在拉美地區的貿易額 反倒優勢更加擴大 因為對比起美國 中國帶來的是投資 但美國只會垮垮其壇 那再來看看這個墨西哥 墨西哥有一句名言叫做 墨西哥非常的可憐 因爲什麼呢 因為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 這一個名言真的是講得很貼切啦 就是很多南美洲國家就覺得說 哎跟美國當鄰居 真的是很有問題 這是墨西哥總統羅培茲 他之前講過這樣的一番話 那他也對於這一次的這個美洲峰會 他是講說 有誰授權一個國家 可以公然排擠他國呢 連墨西哥的外長也講說 美國去跟古巴等國合作 可是卻又跟越南合作 民主價值非一體適用 就是標準非常多重啦 那現在墨西哥 其實之前也曾經想要跟這個 美國來改善關係啊 但是後來是轉向了中國 過去人家就講說 因為有美墨戰爭嘛 當時這個伊達爾哥條約 其實就是美國買不成地 直接掠奪的一個鐵證 那所以人家講說 現在美墨的關係 現在到底是怎麼樣呢 是更加膠著嗎 還是說有所和緩 那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羅培茲他有講說 就是好像想要跟美國 因為他有跟拜登視訊會面 他有改變一下他的名言 他講說 其實我們離上帝不遠 離美國也不遠 想要和緩一下雙邊的關係 當時是為什麼呢 因為疫情 希望可以獲得一些疫苗 結果白宮不給疫苗 他就說不考慮 把疫苗跟墨西哥分享 最後還是美國 就中國給予墨西哥疫苗 所以他們才獲得了這些 可以度過疫情難關 所以也使得兩國關係越走越遠 所以2021年其實 周末的貿易額也是不斷成長 成長了49% 到達了866億美元 比起同期增渣了四成之多 另外再來看一下 馬杜羅 就是委內瑞拉的總統 馬杜羅 他就在這個峰會期間 反正美國你不邀請我嗎 我乾脆去訪問土耳其 結果他去土耳其 受到熱烈的歡迎啊 那美國的前防長 艾斯培他還有出書啊 他講說其實美國曾經 計畫要入侵委內瑞拉 甚至要暗殺這個馬杜羅 還有這樣事情曝光出來 那當然馬杜羅現在 因為委內瑞拉的石油 又可以賣到歐洲國家啦 所以他當然樂得很 我才不用管你美國了 因為我自己握有資源 那這個巴西總統 波索納羅就更有意思了 因為他被譽為是 巴西川普嘛 那現在為了要挽救美洲峰會 拜登是要來會晤波索納羅 結果波索納羅真是不給面子啊 他在會面拜登之前受訪 講什麼呢 哪壺不開提哪壺 他說他懷疑拜登的當選啊 他說美國人現在都覺得 這個選舉作假 但是巴西的我們不會想要再看到 這樣子的投票一次啊 他因為覺得說 現在這個川普 現在這個拜登的這個位子 到底是真是假都還不曉得 他說我是覺得川普做的挺不錯的啦 真的是很不給拜登面子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峰會的一些評價 像路透社就講說 到底有多少國家願意買單還有在觀察 美聯社也是說許多拉美國家 越來越不信任美國 甚至智利的媒體都講說 美國從來沒有把拉美當一回事 美國的衛善啊 現在令很多國家困擾 可是拜登現在乾脆從哪裡跌倒 乾脆從哪裡爬起來嗎 因為很多峰會都讓他感覺好像 很多峰會讓他覺得說 現在就丟了面子 比方說像是這個東協峰會啊 比方說像是美洲峰會啊 那但是他接下來還要繼續參加峰會 25號他要去德國參加G7的峰會 28號的時候要去到西班牙參加北約峰會 恐怕應該又不會太好看了吧 我們再來問一下賴老師 我覺得美國真的不是一個好鄰居 因為誰跟美國人當鄰居 你只要不聽話你就倒楣 所以你唯一的選擇就是你必須要聽話 你要當他的跟班 像加拿大如果不聽美國的話 加拿大也會倒楣 不管你是什麼政治體制 重點就是你要聽話 你只要聽話 不管你什麼政治體制 你什麼樣的貪污腐敗其實都不重要 因為重點是在於你聽話 你的所作所為 符合我美國人的國家利益 我美國人的利益 我的美國人的企業商人的 或是政客的利益 所以你只要符合我美國的商人 企業政客的利益 你幹再壞的事也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布林肯的記者會 讓他非常難處理 就是因為很多的記者都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的民主其實只是一個謊言 一個謊字 重點就在於他聽不聽話 因為你用民主的理由 不讓古巴 不讓委內瑞拉他們來參加 但是你卻又告訴大家說 拜登要去見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廚 而大家都知道這個王廚 他的政治體制很明顯的 他就不是民主的政治體制 更明顯的 他是把美國的大報的一個記者 然後引誘到他的土耳其的大使館 然後把他殺了以後 把他送進碎腳機把他碎掉 這樣的殘忍的事情 這些事都發生了 而你美國人卻都可以接受 也就是說你美國的記者被殺了 你都可以接受 你重點就在於 只要他能夠滿足你的企業 或是你的政客的這些利益 所以你的民主是假的 你的正義是假的 你的人權是假的 重點就在於只是聽不聽你的話 誰聽你的話你就好 我覺得這一次布林肯面對記者會 因為本來是一個吹風會 那本來是要做宣傳的 結果你看他在整個記者會中 他招架不住 這個真的很難看 這叫什麼偽善 偽善到最後總是會被拆破的 是 我們來問一下楊老師 你知道美洲峰會 如果你真的去看英文的報導 它基本上是賀錦麗的宣傳會 因為賀錦麗其實被拜登給一個任務 就是過去他去處理在南部的這個移民問題 非法移民問題 然後又叫他去處理 就是會造成這個什麼移民大軍 來自於中美洲的這些移民大軍的 這些最根本的問題 那就是中美洲國家的經濟貪污投資這些問題 這個問題賀錦麗可以處理嗎 well 他其實在這一兩天 他提出了一個報告 他說我找了19億美金 去投資到中美洲的國家 但是你仔細去看 這都不是美國政府出錢 他去找了這些企業 包含像是Visa 包含連日本的就是這個企業都去投資設 比如說輪胎廠把它加起來 這有點像是我們以前台灣去做這個 鞏固邦交找一些企業去投資 這不是什麼壞事情 可是這個企業的背後的融資保證 美國政府事實上花了多少力氣 那也不是真正美國的援助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美中峰會 大部分的中美國國家都被沒有來 你看不只是墨西哥 那個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宏都 拉斯 瓜地馬拉 這四個國家都沒有來 這四個國家都是移民大軍主要 這個產生的國家 你賀錦麗不是提供了19億嗎 對不對 所以可是我看所有的這個英文的報導 就好像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媒體的報導 都是歌功受得 你知道嗎 都是在稱讚這個賀錦麗 我有一點感覺 拜登可能不行了 他們現在在捧賀錦麗 你知道嗎 在捧賀錦麗 因為我把它拆開來看 你就覺得賀錦麗完全沒有做任何事情 然後這些國家的元首都沒有來 這個可是英文的報導 把它捧得跟什麼事的 然後拜登大概都消失了 在美洲峰會 可是賀錦麗也很不得人緣 要是捧賀錦麗的話 哇好像不太妙 來 其實這個美洲政治峰會主要討論 有兩個大的議題 一個是氣候變遷的議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移民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尤其是中美洲國家很多比較貧窮落後 販毒走勢 自然敗壞 所以老百姓沒辦法活下去 當你沒辦法回下去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會向比較富裕 比較能夠討生活的地方來移動 就是形成了所謂的移民 可是當初川普就為了防止這些人到了美國 知道他美國的問題 他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他去蓋圍牆 對不對 他說要蓋這個大圍牆 阻止這些移民過來 其實這也是美國一直很頭痛的問題 拉丁美洲這個移民一直湧入 其實不管任何國家 如果你進來的話 如果這些移民本身的素質不好 或者是有這種貪污 或者販毒這種傾向的話 可能對國家之後的治安會很不好 但是關鍵